中世纪英格兰的一场王位争夺战 玫瑰战争又称英格兰内战 这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两制后裔 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支持者 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发动的内战 玫瑰战争一名当时并未出现 而是在16世纪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六世》中 以两朵玫瑰标志战争的开始后才成为普遍用语 此名称源于两个家族所选的家徽 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和约克的白玫瑰 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对立由来已久 属于兰开斯特家族英王亨利六世和他的大臣们被指责管理无能 并且在对法兰西的百年战争中指挥不力 亨利六世时期英国在法国的所有据点几乎丧失殆尽 他开始被视为无能昏庸的国王 同时还饱受剑发性精神疾病的困扰 到1450年代 很多人认为亨利已不适合坐在王位上 兰开斯特国王的短暂王朝一直为合法性的问题所困扰 而约克家族的理查相信他们更适合继承王位 民众不满情绪日渐高涨 众多的封建贵族的私人军队 和亨利六世朝廷的腐败使得内战的政治氛围已经成熟 当时约克公爵理查领一支小部队前往伦敦 在伦敦北面的圣奥尔本斯遭遇赶来的亨利六世的部队 理查表面上的目的是从亨利国王身边清除奸臣 兰开斯特家族吃了败仗 并且失去很多领袖 这次后世称为圣奥尔本斯战役的冲突被视为玫瑰战争的起点 在这次冲突之后 约克公爵和他的同盟重新获得了地位和影响力 理查本人甚至当上了摄政王 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之后 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妥协获得了些许成功 但只要亨利六世还活着 且约克公爵不放弃对王位的追求 双方的下一次冲突迟早会到来 约克从爱尔兰归来后 冲突再次开始 在斯塔福德郡发生的布洛西斯战役中 一支兰开斯特家族的大部队没能阻止索尔斯伯里勋爵 理查内维尔带领下的一支部队 从约克郡的米德勒姆城堡出发 并在鲁德罗城堡和约克会师 不过 兰开斯特家族随后在陆福德桥战役中获得胜利 理查的儿子 马奇伯爵爱德华 索尔斯伯里和沃里克逃往加莱 兰开斯特家族恢复对王位的完全控制 不过 在1459年到1460年间 远在海峡对岸的约克家族 从加莱发起对英格兰海岸的几次突袭 加剧了混乱和动荡的气氛 此后 沃里克等人已经准备好对英格兰发起侵入行动 并很快在根德和伦敦建立据点 在那里他们得到广泛的支持 在得到教皇代表的支持后 他们向北进军 亨利率军向南迎击 而玛格丽特王后和爱德华王子留在北方 后来 北安普顿战役对于兰开斯特家族是灾难性的打击 沃里克伯爵理查内威尔带领的约克军队 在兰开斯特家族的叛军的帮助下 抓住了亨利国王并将其作为俘虏带往伦敦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 约克公爵理查认为兰开斯特家族非法继承王位 提出了对王位的要求 国会同意给予考虑并认同约克的优先继承权 但是在投票中 他们仍以5票的优势决定让亨利继续担任国王 调节法案达成妥协 法案认定约克为亨利的王位继任者 剥夺了亨利6岁的儿子爱德华王子的继承权 约克公爵只能将他作为最好的条件接受 这一法案达成了他大部分的愿望 特别是被任命为摄政王 能够以亨利之名统治 但随后风云突变 1460年圣诞 理查在维克菲尔德附近的桑德尔城堡 面对兰开斯特家族玛格丽特王后的军队 虽然玛格丽特的军队人数在理查的军队的两倍以上 理查还是下令他的部队离开城堡出击 结果惨败 理查在战斗中被杀 而索尔斯伯里和理查17岁的儿子鲁特兰伯爵 埃德蒙被捕并被砍头 玛格丽特下令将三人的头挂在城门上 此后 约克的长子爱德华继承了爵位和王位 索尔斯伯里的死则使他的继承人沃里克 成为英格兰最大的地主 此时 玛格丽特四处借兵 但却没钱给自己的军队发军饷 所以他允许军队抢劫南英格兰的富人 只要不抢劫特伦特和以北的那些就行 他把军队带到金斯敦赫尔 一路上招募更多人手 所以 兰开斯特军队所到之处一片浩劫 在伦敦 沃里克以此为宣传 在整个南方强化对约克家族的支持 恐惧的气氛席卷伦敦 到处是野蛮的北方人将要洗劫该城的流言 伦敦人关闭城门 并拒绝提供食物给王后的军队 他们就在周围的赫特福德郡和米德尔赛克斯劫略 爱德华和沃里克此时向北进军 他们聚集起一支大军 并在陶顿和同样壮观的兰开斯特军队交战 在约克附近的陶顿战役 是玫瑰战争中到此时为止最大的战役 两边都不打算妥协 估计4到8万人参加了战斗 其中超过2万人被杀 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 并且是英格兰土地上担任死亡人数的最高记录 新国王和他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兰开斯特家族灭亡 大多数首领被杀 约克家族取得了阶段胜利 而爱德华四世的正式加冕在伦敦举行 他的支持者热烈欢迎爱德华四世 成为英格兰的新国王 爱德华也得以平安统治10年 但爱德华四世英年早世 继承者爱德华五世当时年幼 王位也被格洛斯特伯爵夺取 此后的格洛斯特伯爵被称为理查三世 他继承了来自约克家族的王位 可是兰开斯特家族的余党投靠于亨利 都多这里都多的军队在博斯沃斯原野之战 击败理查的军队 亨利登基 称为亨利七世 亨利通过迎娶爱德华四世的长女 约克家族最佳的继承人约克的伊丽莎白为妻 来巩固他的统治 这样他重新统一了两个王族 并把红白玫瑰这两个对立的符号 合并到都多玫瑰的会章中 玫瑰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玫瑰战争最终以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 与约克的伊丽莎白联姻结束 同时也结束了法国金雀花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 开启威尔士人的都多王朝 这也标记着在英格兰中世纪时期的结束 并走向新的文艺复兴时代 为了纪念这场战争 英格兰以玫瑰为国花 并把皇室徽章改为红白的都多玫瑰 该战争大部分由马上骑士和他们的封建 随从组成的军队所进行 兰开斯特家族的支持者主要在国家的北部和西部 而约克家族的支持者主要在南部和东部 贵族力量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大大削弱 例如在战争爆发前的1425到1449年间 有25个家族灭绝消失 在战争期间的1450到1474年间 有24个家族灭绝消失 随着雄心勃勃公然叫阵的贵族们 在战争初期大量战死 接近战争后期 越来越少的贵族愿意在不确定的战争中 以他们的生命和头衔冒险 这是贵族封建力量削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进而导致了都多王朝统治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发展 希望有人长危赂 建论阳